漢哥愛自信 漢哥也愛你 大家好 我是漢哥 我是手 今天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些刺青相關用具 還有刺青相關的問題 那漢哥 我們今天要從哪個地方來介紹就好 最基本的當然是音機 要有增 要有墨水 用轉印的用具 還有機的清潔用具 首先我們來介紹這台 這台是 叫做馬達機 跟傳統的線線機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的震動跟聲音相對比較小 然後這個打開之後呢 這個上面就可以直接調它的電壓高低 電壓越高 它的震動就越快 電壓越低 它震動就越快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傳統的線線機 它的聲音跟震動相對馬達機體 非常的大 震動非常大 那它的電壓一直可以調整 就是用變壓器來調整它 那漢哥 有點變壓器 我沒帶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踏板 那個踏板就是放在地上 我們叫你採 它採下去的時候 溫生器就會作動 那現在其實也有像 這種比較新型的 磁電子用的 然後基本上我們傳統的置頂機呢 都是使用踏板 那這個剛剛傳統的線線機它的震呢 是用長條鏡的震子的震子 然後它需要搭配這個針準去固定它 這個針的運作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傳統的置頂機 那它這個最後端會在上面這個地方 然後下面再搭配這個針準 那像馬達機的話 它就是用這種一體式的 它是裡面有貪荒去 直接作動它的證據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個是燃燥 它是用來清潔傷口 然後這個是墨水 這是調合液 這個是專業膏 然後這個是最基本的黑色墨水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調合液 它的用途就是來稀釋墨水 或者是調色的時候會用得到 然後轉音膏就是把它塗在身上 然後用已經準備好的轉音子 來塗在身上 吃起來之後它就會有 顏色在你的身上就可以拿來吃一下 所以可以塗在眼影膏 所以可以塗在眼影膏 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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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淚蛋 好,那漢哥 我們這邊技材都介紹完了 那有什麼注意是這樣的 刺青完之後 醫師會幫你幫保鮮膜 或者一些保護你刺青的一些塗料 那基本上就是建議4個小時之內 一定要把它撕下來 然後好好清洗它 用中性的肥皂 好好地把清洗乾淨 並且保持通風 記得,然後千萬不可以去游泳 或是泡溫泉 這樣你一定會被解止 那我可以雕龍柱嗎? 我現在就幫你雕 不,先不要 那,難度要包保鮮膜 還是帶保鮮膜 保鮮膜我這邊是已經有了 那保鮮膜你可能要自備 通常痴青恢復需要一個半月的時間 那在一個半月裡面 你結痂的時候會非常癢 但是記得千萬不要去抓 盡量用拍打的方式 不然你的痴青會掉色味 那一個半月之後 你的體溫脫落之後 痴青就會恢復一個比較好看的顏色 那看個有什麼刺青的地方 比較痛或比較不痛的地方 可以推薦給一些我們還沒有刺青的朋友 像陽光照受不了的地方 神經比較多的地方 例如瘦子、瘦背、腳背 然後靠近腦部的地方 那個疼痛感都是蠻劇烈的 那關節很痛 也是非常痛的 那身體比較脆弱的地方 例如瘦腰、脖子 這些都是比較有特殘性的 所以還沒刺青的朋友 第一次盡量離開這位置 會比較舒服 那其實最主要的是 刺青是一輩子的刺青 那最主要你還是要先 先選好你自己其他的資金圖 然後去申選給你家 然後了解自己自己的風格 去跟他自己做的討論 那這樣子才可以刺出 你最想要的養肌 蛤? 用陽光照受不了的地方 還有一些神經比較多的地方 例如手指、手背、腳背 這些都是這樣 你幹嘛在那邊給我笑? 像陽光照受不了的地方 很激發 好冷氣 這超懶的 這真的超懶的 我要看著火 還好吧這還好啊 這還好啊 這還好啊 你看得懂嗎 我看得懂啊 我之前看過了 那就是你 看什麼眼神 等一下當不叫我 幹嘛啊 這個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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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不覺得那個吐吐吐吐吐吐 那個滿腦 滿腦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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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奏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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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